Lun Sang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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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終於要來拍我的House Tour了 我被大家出去了太久 由我第一條影片 已經有人叫我拍House Tour 直到現在第四十幾五十條影片 都不斷被人叫我拍House Tour 所以我今天終於要拍了 因為我剛剛過了二萬訂閱 太好了 謝謝大家 因為我比較長氣 所以我應該會分開兩段來拍的 第一段是關於客廳和廚房 之後下次再拍我的房間 大家一直看的時候 可以留意一下有沒有什麼家品 或者裝飾品 你是覺得有興趣 你想知道更多詳細的資料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之後應該會拍一條 是關於最多人想知道的一些家品 之後再在那條影片裡詳細介紹 因為House Tour 我就不會特別 每件事都很仔細地說 可能在哪裡買 多少錢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一下 有什麼想知道 就記得告訴我 好了 不說廢話 馬上開始 進去門口 就會看到這幅白色的磚牆 其實是牆子 上面有些花花 還有YY YY是不是 大家猜到 我們倆都姓羊 然後轉身 這就是我們的大門 大門 旁邊有一個在IKEA買的掛鞋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拖鞋 很多酒店拖鞋 和這些拖鞋都有 那我就貼了名字 是誰的拖鞋 因為有時老爺奶奶來 或者我爸媽來 每個人都有拖鞋 就貼了 但因為我老公不穿拖鞋 所以就沒有他份 然後呢 旁邊就有一個遮夾 就放了很多遮夾 好了 那我們轉個靈彎 就準備入屋 這個就叫做圓關位 勉強 這一堆呢 就是我的鞋 買完了 甚少穿的 都放進鞋盒 它都凍高了 然後這裡就想念幾個 因為我常常拿回我家裡用的袋子 就是常常用錢包鎖匙 用一些飯 就是用這些小袋子 然後呢 我給大家看看 我們的燈仔 無限的燈仔 每一個燈仔都要貼上 這本寫著是哪個燈 不然是不會記得的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鞋櫃 它是白色 上面有些什麼呢 這裡就是用來放鎖匙 然後這裡有個散紙包 平時叫外賣就可以用這些散紙 然後這個是掛一些雜囊的東西 有些鎖匙 鎖匙扣 好了 旁邊旁邊 就是一堆香水 其實呢 大家不知道看到嗎 已經很多層 因為我自從生完B之後 我是極少極少噴香水 我老公也經常有噴幾兩枝東西 但後面那些呢 被我荒廢了 我都不知道何時才會再噴 然後旁邊這裡有一個CAM 給我老公可以上班的時候 也看到我們 然後後面這一堆都是我的東西 全部方紅色 那就是一些出街會用的東西 好了 那裝一裝我們的鞋櫃 有些什麼呢 登蛋 N包紙巾 到這邊 外賣紙 還有下面也是N包紙巾 我真的有很多紙巾 因為我經常去萬寧買一些卡松紙巾 買完又用不完 嘿嘿 好了 我們的鞋櫃就是這樣的 登蛋 裡面呢 一行半是我老公的鞋子 其他三行半都是我的 嘿嘿嘿 女人是這麼多鞋子的啦 旁邊 這裡就掛了我的帽子 下面是羊羊兩雙鞋子 之後這一堆都是一堆鞋盒 12元店買的 都是放一些我甚少穿的鞋子 然後旁邊有一個叫換鞋椅的物體 但其實是不會坐上去的 上面有個羊羊的臭小袋 平常出家的 下面呢 也有我們的鞋子 然後這一堆呢 就是我們的蜜欄 上面就是我老公的 下面就是我的 對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instagram 都知道原因經常都拔掉這些蜜 哈哈 然後 這裡一進來就是一個飯廳 飯桌 這樣 現在看是不是很漂亮很精彩呢 因為我撿了很久 哈哈 平常完全不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是極暖的 這個呢 其實是我結婚的時候的花球來的 但是 你也知道 其實用完一次就不會再用了 所以我就插在這裡 好像很漂亮 是不是 哈哈 這裡就是楊羊的那張餐桌 對 然後後面有它的小碼桶 因為它還沒用 所以我先把鞋子藏起來 然後呢 這裡有一塊超級大鏡 有我啦 Yeah 然後呢 大鏡的旁邊就是 楊羊的一些照片 那時候好像是一百天的時候 所以我把鞋子藏出來 不斷裝一裝飾 這樣在家裡 然後就貼在這裡 因為沒用 哈哈 旁邊這個呢 就是一個食物櫃 那 有什麼呢 上面 有一雙蛋糕 這個是糖 扭糖機 但其實呢 它是扭不到的 因為它一定要放些 某個尺寸的糖才扭到 所以我現在是不斷裝飾一下 塞了那些綠納包 把它扭進去 然後又揉了一些餅 一堆這些牙籤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melody 是用來放餅乾的 下面好了 這裡 食物櫃 是我們的零食 第一格 第二格是羊羊的食物 通心粉 猩猩餅 果蓉 都在這裡 然後我們再轉個彎 就是我整個廳的樣子 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羊羊經常玩的playmat 大家看得多了 現在我又被撿得很整齊了 平時絕對不是這樣 沒有一刻是會這麼整齊 現在拍片所以才弄得這麼漂亮 然後移回後 我的BB車其實是停在這個位置的 上面有一個很田園風的鐘 之後我先說哪裏 我先說了這個電視位 我都開給大家看看有什麼 第一個櫃桶就是一些藥箱 推貼、口罩等 這一類東西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一大堆電掣、電芯 這些 第三個就是好雜不甩的 一堆裝飾品、水泡、泵 這些新年才用的輝春之類 其實這個很少開 因為不只用 好旁邊就有我這個 出鏡率非常高的吸塵機 它是正負零的牌子 大家超級多人問我這個吸塵機 我覺得是好用的 好 那上面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哪個像我這個樣子 像不像我老公 我覺得也有幾分像 這個是我們去泰國的時候 被人畫的 16年 不知道為什麼我畫成這樣 像鬼博一樣 在沙發看上去 整個畫面就是這樣 看到我裡面的廚房 最後才說廚房 然後 在電視看上去就是這樣 旁邊有一個在IKEA買的 我叫它做八格櫃 好 看看櫃子有什麼 這裡有些用來噴香的 叫什麼 總之是用來噴一些東西 令它更香 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在長洲市集買的 它是這樣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吹泡泡的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等人大覺就很好玩 嘩 整個地方都是泡 這裡是一些圖古買的版本 照片 然後有我們兩個的照片 然後旁邊有個香番 然後這裡也是長洲買的 這個很漂亮 它是這樣 音樂盒 對了 唉 哎 差不多了 然後上面就是養養生日 一歲生日的小生日帽 還有一個音響 對 上面有很可愛的養養 然後呢 沙發是有什麼好說的 沒有什麼好說的 窗簾 打開 養養一些英文書仔 還有一堆公仔 然後呢 我這一個八格櫃呢 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這邊這兩格呢 等等 是我一堆不捨得丟的 日本那些Fashion雜誌 然後這一堆是一堆相寶 對 第二個呢 就是 一堆叫做裝飾品的那些 有些燈啊 然後有些掛旗啊 有些氣球啊 桌布啊之類 都是很少用的 好了 下面這個是 一堆清潔用品 有些消毒液啊 工具箱 然後 再旁邊呢 這一堆 是我的日文書 以前讀日文的時候的書 這個櫃就講完了啊 那我們可以進廚房了 這裡進廚房 它是開放式的 上面這個櫃子 就有些奶瓶在這裡 之後有我們的結婚相 對 然後有兩支很漂亮 但是是完全不會喝的酒 它超漂亮的 它有金箔的 看到嗎 哇 之後進來廚房 那你看一看 這個櫃呢 就是整個櫃是這樣的 對了 中間呢 這裡是奶粉 然後我的米缸 這個就是凍水壺 然後養個攪拌機 這個就是飯煲 這樣 然後上面呢 有一點點 那些 煮食的書 然後這裡有些茶包啊 奶茶啊 麥皮啊 那些 旁邊是我的焗爐仔 這個就是我的微波爐 那上面呢 就是 等等 哎呀呀呀 很重很重 羊羊的麵啊 通粉之類 這裡是我們的杯 這個是我們的碗 對 只有兩個人 但是也有很多碗和杯 這裡是有羊羊的碗碟碟 還有一些碟 這邊呢 全部都是碟 然後 好了 轉過來看看這邊 廚房裡面呢 有一個垃圾桶 然後有一個 這個 掛袋 用來放一些薑啊 蒜頭啊 那些 還有一些膠袋 然後這個膠袋 那個盒 淘寶買的 這裡有個MELODY 放在橡筋的 勾 旁邊就是一個 這個浪碗架 然後還有這個 哈哈哈 HELLO KITTY的貴筒 那這裡呢 是調味料的 這個 那些什麼 茄汁啊 總之是別人外賣 拿完沒有用到的 就收到 然後呢 這裡有無限包的 壽司豉油 下面就是芥末 嘩 超級多 然後下面一個小洞 就是油鹽糖 旁邊呢 煮食爐這一邊 就掛著我上次日本開箱 那些很多很漂亮的餐具 然後呢 這一邊呢 HELLO 就是我的光碗機 它是洗碗和光碗機來的 但是呢 我真的 甚少會用它的洗碗功能 但是它很漂亮 嘻嘻 這個就是我的燥奶煲 然後有一堆要洗的碗 哈哈 然後這個我很喜歡的 我們擠那些洗潔精的東西 是朋友買的 但是其實我看到淘寶也有 抄它 抄朋友一模一樣 這個呢 之前淘寶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那個架 然後我們放煲煲餐餐 這裡呢 就有些洗衣液啊 洗潔精啊 一堆垃圾東西 還有一堆洗衣袋 然後這裡 就是我們的筷子啊 旁邊就是我們的洗衣機 上面呢 這個 好像看起來很漂亮的一個手機架 其實是我自己貼的 這些花花 它本身是STARWAR 本身是灰色黑色 然後不知道是什麼公仔 因為我沒有看過STARWAR 所以我就包住它 弄到粉紅色 很快脆 我好像已經說完了 那給大家再看一次我的房子 大概是這樣 再這樣 對 上面本身呢 因為是那個冷氣機的位置 所以我就淘寶淘了一塊 一塊粉紅色的東西 對 好了 那我就介紹了我的廳和廚房 已經 不知道解到大家的好奇心味嗎 大家這樣看 是不是覺得好像很整齊 我的房子撿得很漂亮 因為我專門撿完才拍 平時完全不是這個狀況 應該只有十成一成時間 是這樣的 平時呢 就是整地都是東西 整桌都是東西 然後play match 全部都是東西 沒有那麼完美的 我都想長期家裡也是這樣 如果沒有小朋友應該可以 但有小朋友也不行 可能說有老公也不行 如果有老公的話 整地都是襪子 整椅子都是褲子 這次就說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hare我的影片出去 再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就OK了 好了 我們下次的影片room tour再見 拜拜 拜拜 asia